驾驶 想我了吗 曹沐 是不是你告诉兴棋 我来上海的事的 什么呀 我没说 蔡文琪说早上找过你 应该是她说的 怎么了 不会吧 她为了追你 跟我去了 不是 昨天也还真是 别胡说八道啊 她认没来 但手可伸得够长的 什么意思啊 我就说呢 我这一辈子 连再来一瓶都没有中过 首先是在飞机上 要给我升仓 然后来这边之后 又要升起什么 什么什么的套房 我猜就是她在背后捣鬼 这么浪漫吗 浪漫什么呀 她就是故意想讨好拳拳 用这些躺一炮的 拉拢拳拳 我可不给她这个机会 对 绝对不能给她这个机会 再说了 咱缺钱吗 下次我请 曹总 你可够豪气的 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这话 下次我就等着你过来 请我住更好的 对了 曹沐 那个品牌宣讲的事 准备怎么样了 时间太紧了 我这两天肯定要通宵了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先忙了啊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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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小姐坚决不肯住这个房间 我们也没办法勉强 不好意思啊 行先生 没事 敷衍一下吧 好的 那我们把这里都收了吧 就知道没那么容易骗过她 去吧 走 全全 妈咪带你去外滩 好不好 我要去露营 不去露营 我们去外滩 好不好 就要去露营 露营 你别误会 先走 真巧啊 你忙你忙 你真的别误会 敏慧 放开你就是敏慧 那你一定就是全全了 你是谁 你为什么要亲我爸爸 我妈咪都还没亲呢 全全 晴晴 告诉她们 我是谁 介绍一下 这位是辛迪 我姐姐 姐姐 对 二级的董事长 也是 我的大老板 嗨 你本人比照片上还要可爱啊 我对你已经是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不是这么用的 你怎么见过我照片 那当然是辛迪发给我的啦 我的照片也是她发给你的吗 发的是你和全全的合照 我又没办法把你辟掉 不不不 你发给我的 可是你们一家三口的合照